今年的春节预计有5万人返台过年 这两天入境人数更是达到高峰 都要入住防疫旅馆或是检疫所 但先前陆续传出 有浙江台商还有美国籍女学生返台之后 疑似在入住旅馆期间被感染 有医师直言 防疫旅馆内如果没有做好管制 有人到楼梯间抽烟或者是去买饮料 都可能有病毒潜藏危机 可能会成为防疫漏洞 建议比照国外采取的措施 检疫期满之后 再次进行裁剪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检疫期满后确诊病患 阳性CT值非常高 也就是病毒量低 再加上多数病毒可能在死亡的片段 所以暂时不考虑检疫期满的普筛 农历年节将至 疫情却在这个时候拉警报 大家不得不绷紧神经 春节期间预计会有5万民众返台过节 这两天入境人数更达到高峰 需要入住防疫旅馆或检疫所 不过就怕这期间 恐怕出现防疫破口 防疫旅馆不像监狱嘛 春节期间实在诱惑很大 整个春节期间 他关在那个房间里 他一定受不了 他说不定会偷溜出来 指言在防疫旅馆内 根本防君子不防小人 因为防疫旅馆会有疑似个案 甚至带有病毒者都有可能入住 只要楼梯抽个烟 买个饮料 锁到之处 沿路都有可能有病毒潜藏危机 防不慎防 除非24小时都有人紧盯着 专家紧张也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先前陆续传出 有浙江台商 以及一名美国籍女学生 案884 明明拿着阴性裁检 证明返台 结果疑似在入住旅馆期间 遭到感染 爆发争议 专家讨论 是不是该比照 国外采取的措施 在检疫期满后 一律再次进行裁检 指挥中心认为 暂时不考虑 确实我们在检疫期满 有相关的个案 是检验出来是阳性的 所以这些病毒我们去培养 也都没有培养出来 指挥官陈时中坦言 检疫期满再次进行裁检 其实讨论很多次了 最大的难处在于 检疫期满后 病患阳性CT值非常高 也就是病毒量非常低 再加上多数病毒 可能在死亡的片段 恐怕影响检测结果 因此讨论后 目前不考虑 检疫期满做普筛 记者王志恒 吴翔三 台北报导